印尼从1966年开始政府曾经进华语 封闭了所有的华文学校 虽很多中生到的华语并不会说华语 但是客家人徐胜文号召了校友办学 让印尼的八华学校可以复校 那么今天的感动时刻我们要带您看到的 也就是在印尼这徐胜文怎么样靠着应景精神传承中华文化 这是印尼的八华学校 一进校门就能看到百年老照片 就是要告诉学生不能忘本 1901年八华学校正式创办 1966年印尼政府进华语 学校封闭了 32年 尽力一解除 董事会主席徐胜文就跟一群有志之士 募款找地排除万难 让八华学校能够复校卷土重来 看到学生能够说华语读华文 他们的爸爸妈妈觉得很骄傲 因为至少在印尼不用再担心中华文化会走入历史 因为他们的家长都不会讲华语 他们的家长也认为这个华语以后对他们的子女很需要 传承中华文化 传承中华文化客家人徐胜文功不可没 募集了2400万美金让学校麻雀虽小 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孔孔思想 因为他认为祖宗戒训绝对不能忘记 四几年以来在这边其他的卸小对这个乳驾卸索的已经忘了 已经忘了 所以我们就是因为有这个弟子规还有这个华语 所以我们在这边附近的家长很欢迎 学校一成立 图书馆就开始筹备 各种类型的语文书籍都有 论语三字经 要让学生养成阅读的习惯 学校里也请了很多华语客家人就像蔡丽雅 能到这里工作蔡丽雅很兴奋 因为在这里能够说华文也能练一练客家话 因为在这里都是好像华文的一个环境 我想找到像这样的环境 现在是暑假期间只有老师在学校受训 但未来等到学校上轨道 暑假期间也要让学生们学学客家话广东话等方言 学生文说希望让文化传承从小扎根 2400万的力量打破32年的沉静 在八华校园里当读书生深深传递 当客家话朗朗上口 是徐盛文的客家坚持 让文化苏醒 让感动时刻鲜活 给 newspaper 给文化充满 给文化充满 感谢观看